请宇哥简单比较美娜老师和阿耶沙历史地位 望宇哥别害羞 别把头一低说不太清楚 阿耶沙历史地位和这个美娜老师 他俩不同领域咋比较历史地位呢 那你要说世界发言知名度的话 那肯定是阿耶沙搞啊 因为阿耶沙他其实呢 也属于是半个这个体育求病人了 因为他老公啊 是顶级天王剧情 是中苦礼 所以这个阿耶沙呢 平时也自己做一些这个博客之类的 炒菜节目啊 甚至呢会探讨一些篮球相关的话题 毕竟他这个家庭这个严肃在呢 而且未来他孩子也有可能成为一代巨星 因为库里家传 就这个家族啊 从上至下已经绵延数代 基本上能力都挺大 在安倍赛场都能立足 你看阿耶沙那个体格 我感觉很有可能未来谁啊 就这个卡农长大之后啊 肉装库里真正上线 未来成就不见得比斯中库里低 库里是身体对抗的 从小不宜此见长 你看他马呀 明显是一个典型的欧美的白人 属于是知书达理的 文弱类型的女性 他马 一看就是一个 有一种这个舒想气质 但你看这个阿耶沙呢 体格多粗粗 跟这个司马特站到一块 我感觉体型这块 不见得比司马特差太多 比库里明显多 所以我感觉到卡农啊 今后他就是延续了库里家族的 这种精准的三分眼色 因为为什么说能够看出来 他延续了库里家族精准三分眼色呢 长得非常像库里 就这个卡农啊 大脑门长得非常像库里 身形这块呢 从小挺壮 一看就是一下省啊 重量级小孩 很有可能一落地八斤重 很有可能 他母亲这个强壮的体格 他底下精准的远色 两者一结合呢 肉壮库里能功能仿 届时身高这块 再往上传一传 毕竟这个家庭营养 各方面跟得上啊 阿耶沙个也不矮 跟库里跟那一站呢 不是说一个明显高 一个特别错 不是这样 他俩基本上也算肩膀抽携吧 往那一站就挺半配 这卡农也挺有前途 那这么一来呢 那阿耶沙呀 那就不光是 作为什么这个太后了 未来有可能成为太皇太后 那这个不简单 这属于是整个篮球圈啊 一个站在金字塔尖的最顶级的女性成员了 很有可能 两大超级明星背后 一个坚实的女性 她在支持 她的地位不低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